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昨天提到我国进行三天两夜的工作访问 他在首都出席一项媒体交流会时 提到台湾总统蔡英文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后指出 台湾早在前总统李登辉时代就已经推动南向政策 结果以失败告终 并强调这足以证明南向政策根本行不通 加上中国目前已经和多个东南亚国家建立起巩固合作关系 还落实一带一路政策 如果台湾在这个节骨眼上实施新南向政策 恐怕难有收获 水果不要卖到大陆去 要卖到东南亚 可大家知道东南亚的水果是很多的 又便宜 东南亚要买台湾的水果 第一个时间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恐怕都坏掉了 在台湾有人把南向政策改名为南向很难的南 南向政策 没有那么简单 另一方面 针对蔡英文自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 首次与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展开历史性电话交流 洪秀柱说 这只是一通十分钟的祝贺电话 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 特朗普最终会不会和台湾交好 一切还言之过早 川普对于大陆很不友善 是不是代表对台湾很好 川普还没上台 言之过早 我们不去做深入的评论 因为他还没有就任 他到底讲的话是真是假 喜马逢不咱俩还不晓得 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他国家利益摆第一的 美国也是一样 洪秀柱强调 出身企业家的特朗普将来无论做任何决定 一定会以国家经济利益为主 而台湾能做的就是不要成为任何国家的政治筹码 并在与美国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 能够继续获得中国的支持 八度空间林晓彤 吉隆坡报导 五月五日 接住 一二一 二一